我哭了就可以出去 我哭了就可以出去 听到没 别哭 8月26日 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在某国内航班上 两名陌生女子 疑似将一名哭闹的幼童 关进卫生间 理规矩 该视频迅速引发网友热议 其中一名女子也被网友人肉 8月24日 拍摄视频的当时女子之一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一名奶奶 带着一岁多大的孙女乘飞机 孩子哭闹不止 很多人都用纸巾堵住耳朵 还有人到后排座清静 也有乘客向老人提出抗议 他把手机中的视频给孩子看 哄孩子 但收小是微 于是他和另一个阿姨 把孩子从奶奶手里抱过来 抱到飞机厕所里立规矩 你什么时候连续三分钟里没有哭 就什么时候带你出去找打开等 事后 孩子两个多小时都没有再哭 后面还一起吃早餐 一起开心 该视频发布后 迅速引来网友热议 并质疑两鱼此的行为 当时女子回应称 喜欢行动 不喜欢当观众 就想把孩子捧好 同时也让大家好好休息 26日下午 记者联系了贵州机场公安局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证实了辞职 并表示 并不是只有机场公安 多个部门都接到了相关报警 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两女子带孩子的行为 经过了幼童爷爷奶奶的同意 警方口头教育了幼童的爷爷奶奶 并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幼童部门 并未对两名陌生女子 就记得了幼童的爷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